为什么我今天要说洗币 你们记住七哥这句话 我再重申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七哥这事没做到的时候 你们永远不要记住我干过多了不起的事 你要把我当成狗屎一样吐气掉 否则你们就是疯子 我一定会让你们看到 新中国联邦人和未来的中国人拥有一个币 是任何人不能管的 而且是合法的 中国人只有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货币 和财富的掌握的权利 中国人才真的不会再占人家便宜 去抢那些打折的货 抢那人家要饭人的 人家施舍的饭 不会在中国任何当官的 任何老百姓 任何有钱人都想免费拿点东西 没有安全感 对财富没有真正的理解 当你真正有一天财富在你手里边 你有安全感的时候 通过劳动 任何情况都相信财富 你私人财富不可掠夺 从2017年爆料我说的 任何一个正常国家 权力不能私有化 现在像习太阳一家了 俄罗斯剩普京一个人的了 所以说发生灾难 财富不能公有化 谁的钱就是谁的 人类在走向一个灾难 挣了钱被剥修50%的税收 二花钱的权利也被剥夺 土豆还有全世界今天你看到的户外 第三某种范围内使用 使用的范围被剥夺 你就死定了 那么这个正一属于我们的前提 是要靠实力的 是要靠信仰和行动的 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拥有助币权 洗币还有未来的躺平币 一定是全世界上最稳定 最安全 最快捷 最低成本 永远不可剥夺的私人财富的创造者 消息 良好 最二 一 一 二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